我的社群老师今天早上已经走了 现在就剩我自己了 相对于潇洒的辞职旅行 更喜欢的是用零散的时间 去接点朋友 现在我们去找我哥们去吃火锅 吃个火锅 来看一看北楼啊 哈哈哈哈哈哈 酸菜菌汤二番茄 猪脑是不是应该先放里头煮 可以都可以先后都行 我上次是厚房了不太好吃 要煮的时间要去看一下 吃肉 直接吃了 我还挺饿了 我这个好吃 嗯 嗯 那悔哥没吃谁让你吃的 悔哥酒 没大没小的吗 咱们提一个提一个啊 就到这儿这个镜头就到这儿好了啊 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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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我跟煤哥把他喝得比生那点 拍水一 ceux 哎呦 哈哈哈哈 大哥你不吃吃铅 你直接吃得了我猜 还能吃什么 那我这边再下一个 他刚说啥 哈哈哈哈 这是 这是人家 最大幸福考虑 这个腰片的原味 没错腰片吃铅 清单说腰片要的就是 腰片的原味是没错 哈哈哈哈 我来个 我不知道啊 要啥都行 我来个水果是吧 刚才叫的代驾 然后来到了这儿 然后有人来接我 他们把车就开回家了 作为一个守法的好公民 我俩都喝了啤酒 然后往这点等着那个 那个那个 你在啥 朋友来接 有点想说代价其实 我问他了一下 为什么没有电瓶车 他一般是骑这种小车子 然后如果晚上太晚的话 他们会用共享汽车 就是勾散或者什么 用共享汽车 因为它开不太远 然后也不太贵 他们开那个回家 现在基本上共享汽车 都是他们的 就是代价跟我说的 都是他们的 然后平台提成 大概不到30%吧 20%多 我吃完了就起兜了 有时候觉得还挺辛苦的 当晚上 景色真好 成都这天也好 据说是下了好几天雨 我一来晴天了 马外边一坐 就是再来一听啤酒的话 就更棒了 吃完了火锅 然后吃了冰粉 冰粉小姐好漂亮的 特别开朗 然后我们回来 要是每天的生活都能这样多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